大家好 我是壯壯 大家好 我是孟璇 今天來這邊是要特別給大家介紹 新北市平溪瑞芳區風景又美又好玩的秘密景點 沒有錯 我們今天就要從金銅車站開始玩起 一路玩到海邊 然後還會去騎最新最獨特的深澳鐵道自行車 最後再帶大家看一些非常美麗的業績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金銅車站 它是從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的近百年車站 也是台灣少見的木造車站 而且它是鐵道拍照的秘境 沿途非常地安靜 而且在車站的周圍還有許願族 可以供遊客許願 真是十分瀑布 十分瀑布氣勢磅礡 聲勢浩大 在水潭的底部上面有一股水氣 如果這時候剛好有陽光照射進來 就有機會可以看到斜掛在瀑布上面的彩虹 非常好拍 金瓜石有非常多著名特色景點 像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就是雪南洞 它會在金瓜石的北方 然後我們這邊有以前的台金公司 選礦場的十三層遺跡 一層層的建築看過去相當的壯觀 而且從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看到陰陽海 那你知道陰陽海為什麼會有兩個顏色嗎 好不用再想了 我跟你說 因為它水裡面含的礦物質超高 所以就形成一半金黃一半必然的景觀啦 這座我今天最期待做的 我跟你講這可是全台唯一的雙人鐵道自行車耶 那我快一個人騎嗎 是可以啦 不過你要一個人買兩張票嗎 還是要跟不認識的人一起騎 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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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是跟你一起騎好了 我跟你講 等一下隧道裡面有LED海景更厲害 你知道嗎 這個Rail Bike總長有1.3公里這麼長喔 而且沿途都是海景 所以我們下次來就可以直接在旁邊報名 就等了就可以騎了嗎 不行喔 你要先在網路上做預約 不然你就會撲空 蛤 這超好玩的 我不想撲空 豹石山海拔260公尺 步道全長200公尺 波度緩 登山難度低 深受到情侶 親子以及鷹髮族的青睞 尤其是步道尾端的觀景平台 更受到好評 而且我跟你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視野是360度毫無死角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陰陽海 這邊就可以看到 還有基隆山 吳爾茶壺山 十三層選礦煉製廠的移植 飛煙道 金水公路等等 海天一色以及層層相連的山巻美景 在這個地方都可以盡收眼底 那我們趕快趁這個夕陽的魔幻時刻 一起好好地欣賞這份美景吧 天黑了耶 差不多要回家了 可是在回去之前 我可以再去九份看一下嗎 看著這裡的夜景 我完全就能夠理解 為什麼這麼多的電影人 都用九份來當作他們作品的主題 因為這裡實在是太美 太夢幻了 除了來九份看夜景之外 也可以來天燈派出所許願 過去我們用傳統的天燈來許願 現在為了環保 所以我們有了獨一無二的天燈派出所 只要你跟派出所預約 就可以拿到明信片 寫上你的願望之後 就可以施放電子天燈 還可以寄到任何你想要寄的地方 很酷吧 哎 出現了 哎 你怎麼寫的 哎 你寫得好可愛哦 哎 我也出現了 哎 你的也是